如何判断自己需要的小房子的数量 如果梦中同时出现药经的情节和数字 那么数字一般和小房子的数量有关 具体的梦境要结合现实情况综合考虑 比如一位重病患者梦到有人找他要500元钱 则可能是需要500张小房子 而一个健康的人梦到500元则可能是需要50张小房子 在无法确定数量的时候 可以针对某事一波一波的许愿念诵小房子 直到事情解决 一般可以许愿一波7张或21张小房子 如果感觉事情比较大 则可以许愿一波49张69张或108张小房子 每一波小房子可以先和菩萨许愿 说出完成的时间和小房子的数量 比如许愿 我某某某会在多少时间内念诵多少张小房子 给我的药经者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某某某 说出自己的愿望 比如让我的身体某某疾病尽快好起来等等 小房子要坚持念诵并不是一劳永逸的 念完的只是超度当前的药经者 不表示以后就不会有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的业障也会随时激活成灵性 所以小房子应该坚持念诵 有关念诵小房子的更多详情 请参阅小房子念诵指南 和卢台长的最新节目录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